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ambo的部队已经被逼到了死角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Rambo只能被迫的选择传送出了这个战场 另外一边Rambo的分级地终于是快要建造完成 幸亏Rambo的家中还有商店可以进行要高的补给 Kunshin通过刚才的交锋终于是挫败了一下Rambo的位置 使得Rambo的部队不再那么为所欲为 Kunshin还是拥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的六个骑士 以及一些难物 Rambo这边侦察还是相当的不错 Rambo的分级地赶一完工就被递进实验室所探照到 仅仅拥有两个农民 Rambo这边也是马不停替的来到 Kunshin的分级地想截断Kunshin的经济 双方即将进行一场非常紧迫的对拆 我们看到谁会更占优势一些 大法师已经达到了八级 拥有了暴风雪技能 而那家女海耀 哎呀那家女海耀一个查状闪电 迅速的就干掉了Kunshin的所有农民 Kunshin的分级地还剩下一半的HP 而Kunshin的部队还在进攻的途中 好的很快就会到达Rambo的分级地 大法师购买了回程卷轴 分级地肯定会被拆掉 这边骑士拆进驻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迅速的就打掉了将近一半的HP 好的Rambo这边急事的传送回救 不过看样子分级地是难以被保住 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耐久度 哎呀分级地 哦果然被打爆了 Kunshin是立即的选择了回程 Kunshin又一次的打掉了Rambo建造了分级地 Rambo的主基地这边现在非常的凋零和空旷 还有四个农民 我们看来这四个农民应该又会 利用Rambo卖掉的一些道具 所获得的钱再次建造分级地 果然卖掉了魔法锤士 Rambo现在经济非常的拮据 不过幸好他刚才也摧毁掉了Kunshin的经济名脉 现在再也容不得Rambo的半点失误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 可以再建造分级地 我们看到 大部队又没有远离基地 不过现在Kunshin又是对他的主矿发动了一些烧牢 召唤生物 熊 水元素 豪猪 非常的烦恼 Rambo这次想主动的发动 进攻 Kunshin现在家里等待着Rambo的到来 好的 那家的兵剑对 附队造成的伤害还是非常大的 又是一个插撞的闪剑 干掉了一个南无 骑士显得非常勇猛 那家一个人比赛最前面 好的 双方部队再次发生了混战 骑士 对抗Rambo的破拔 那家的存在 骑士的威力也是 大打折扣 我们看到 又是被点射死了一个骑士 这场比赛 那家女海妖发挥了最后的军事 非常的巨大 任何人家是凭借自己 虔熟和细腻的操作 不断的拉动着 没有生命值的 做法者 大把师就是暴风雪 大把师选择了 军事传售回神 更选的骑士大军 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 不过骑士打破法者 的确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任何家中的建筑 已经被 召唤生物 拆掉了很多 这边分基地也是没有任何的金钱 可以让四个农民一起工作 现在只剩下几个农民 慢慢的在 建造着分基地 坑士继续的在地图上面 搜索一切可以MF的地方 以获取少量金钱 而任何这边 大门不迈 二门不出 走在家中 生怕有半点的闪失 仅仅是派出了水元素 出去侦查 好的 坑士继续又是 拼到了一个MF点 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道具 我们看到坑士继续这边也是 用水元素 侦查 任何的动向 那家刚才是升到了9级 就在平枪的对战中 真的是 千年一遇 打到了一个 黑暗之球 坑士继续也是不断的利用召唤生物 来对 RAMBO的主矿进行着骚扰 好的 守王也 啊 守王好像已经达到了6级 Stampeter 啊 守王的中级技能 Stampeter 对建筑物的伤害 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拆建筑物的速度 非常的快 惊恐的蜥蜴 RAMBO这边也是利用水元素 群体传送到了 坑士续的部队旁边 又是干掉了一个难过 那家再次称为MVP 守王的Stampeter 几乎已经把RAMBO的家里 冲得7083 拆建筑的速度是非常的惊人 事实的时间也是相当的长 这边RAMBO还在追杀着 坑士续的部队 坑士续现在是 报定了一个决心 无论损失多大 也要拆掉RAMBO所有的建筑 所以并不会和RAMBO进行火拼 守王也是和豪竹一起 拆着RAMBO剩余的建筑 这边大马师和骑士 又前往地图1点准备 拆掉RAMBO再次建造的分基地 南无只要被那家的兵舰 所射中 肯定就会难于存活 跑到这边 首先把攻击对象 锁定到了农民身上 而武创这边 还剩下最后的三个建筑 骑士 骑士应该马上撤退 不应该硬拼 我们看到还剩下最后的四个骑士 顶着RAMBO的活力 是干掉RAMBO所有的农民 四个骑士 五个骑士 对五个骑士 我们看到 那家女海妖也是 忙于追击 这边冰鹰野将 马上会被拆掉 两个豪竹交上手 王拆进出的速度 也是相当可观的 房子 还有一个铁箱铺 RAMBO面对 坑神的这种对拆 显得没有太好的办法 农民已经是被杀的 没有一个 而且自己的房子 也是负状态 所以无法生产农民 现在RAMBO只能和坑神进行 对拆 不过显然对拆 也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知道 坑神家中 还留有相当多的建筑 而RAMBO这边 只剩下一个基地和 数个凋零的建筑 而且破发者 拆建筑的速度 也是不敢攻为 好在最后一个铁箱铺 这边最后一个铁箱铺 铁箱铺是被打烂的 主基地 面对四个五个骑士的 攻击应该也是 要学很快 RAMBO立即回救 去查证堂电 坑神的部队也是 损失比较严重 好了 那家要释放到冰旋风 一减缓 坑神部队差剑柱的速度 只剩下三个 平雪的骑士和两个英雄 另外一个骑士 被吹在了空中 RAMBO这个角落上 还是剩下了 最后的一个农场 主框也总算是保住了 又是干掉了一个骑士 这边破发者 肯定也是 牺牲掉 坑神把骑士和两个英雄 封网了两边移动 大法师似乎想购买一些道具 最后的一个基地 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耐久度 再次放出召唤生物 好的 那家 那家和大法师 在前面 狙杀着 坑神准备骚扰的部队 骑士立即 推出了 骑士的声音范围 大法师也是升到了九级 很恐怖的一个等级 这边 坑神的大法师和寿王 再次来 进攻 准备 消灭 任某的最后一个房子 留下了召唤生物 任某现在肯定也是非常的着急 好的 大法师 群体传送 尽快的消灭这两个召唤生物 以保存 防止 剩下更多的耐久度 好的 还剩下大概 三分之一的耐久度 这边基地 光秃秃的一个基地 没有任何农民在运作 守王和大法师也是想 趁机 看能不能尽快的 拆掉这个基地 熊也是绕道来到了 绕道来到了 防止这边 放置基将被拆掉 啊 基地的血势越来越少 基地的血势越来越少 大法师传送回城 其实也是全部都牺牲掉了 最后一百多的HP 啊 受王的Stampeter 最后一个Stampeter 非常的漂亮 Rambo最后的一个建柱 啊 建柱建柱建柱 啊 建柱被打暗了 GG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恨神终于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真是太精彩